跟那个季景就是认识很多年 私底下我一直跟很多设计师讲 我却特别佩服季景 不单单是因为他的设计 从他身上我觉得很能代表 就是一个设计师对于设计的一种态度 这种态度就是能够下沉到每一个细节 下沉到每一个环境 就是非常执着 可以看到他刚刚分享项目里面 有非常多的完全不同的业态 然后项目有不同的预算 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业主 他都能用一种非常执着的 完全是放下一个设计师 所谓的设计师的这样的一种姿态 能够放低特别低的一个姿态 然后去真正的去融入到业主的一个角度 他能够把自己能够换一个角色 然后完全出于一个项目的 一个纯粹的一个出发点 能够去看到一个项目 从这个项目本身去不断的去拓展自己 的所谓的边界 然后最终是达到他所说的 就是节眷到这种无形胜有形的精神状态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设计师非常值得去学习的 这个是我对于基金非常认合的 来自然而在这里的新闻 所以我给大家看